9月6日,台湾媒体报道了歌手阿信的近况,令人揪心的是,他的妈妈最近出了严重的车祸,被紧急送往医院,这让不少歌迷特别担忧。 据悉,阿信的妈妈是在家附近被机车撞到,当场血流不止,伤势特别严重,随后在救援人员的护送下,顺利到达医院进行救治。 阿信经纪公司在采访中回应称阿信妈妈的情况比较稳定,似乎没有生命危险,被车撞到后需要充足的休息,才能恢复好状态。 不少网友留言称希望阿信妈妈早日康复,阿信作为知名歌手,很有创作天赋,他和妈妈的感情也特别好,曾在母亲节为其弹唱歌曲。 45岁的阿信原名陈信红,十月屯五月天的主唱,曾创作了很多筷制人口的歌曲,在华语乐坛有着很高的地位。 除了阿信妈妈遭遇车祸之外,此前谭松韵的妈妈还因此去世,肇事者却毫无悔过之心,引起重怒。 阿信的事业发展还是很顺利的,希望他的妈妈能够早日康复,一家人生活更加幸福美满。